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Lone 這隻東西已經推出了一會 我們在玩具TV也有介紹過 008 零隻水蟹 Robo One 為什麼我有東西會拿出來呢 話說當天我們拆盒的時候 在玩具TV就有點狠狠 因為有些被它殺過草手不及 想不到它的構造這麼複雜 沒有了大輪也沒有不可以 有些資料我覺得需要補充一下 我也知道 Robo One 通常很多師兄都是抱觀望態度 等它的價錢可能會不會回落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時間可以講一點 這隻東西其實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機械設計 當天介紹的時候也有說過 出冤浴是我的神 這隻我 以前砌過一隻High Grade 這隻High Grade 我想有20年 我相信有20年 這隻魔蟹是真的浸過咸水的 因為我在香港買 然後在法國砌 法國砌完之後 我又拿回來香港 你說這樣就很有感情 其實它之後 就出了一隻改良版的High Grade 不過那隻我覺得 設計有一點 稍後再講 好了 遲樣遲樣介紹 我先講一下主題 有件事是忘記說的 因為我當初沒想過再介紹一次 所以我就已經舊化了 我等不到 所以今天介紹的是特別版 Walker版 我想比較一下造型 即是跟我們初版的High Grade 分別有多大呢 就這樣看一看吧 無論是橫島 手長 其實都是舊版的High Grade 是比較大 這個我猜不到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 將它兩隻並排 另外呢 但是那個前臂呢 就 它新的Walker版 就大隻一點 這個位置 粗壯一點 那我覺得 你說哪一隻比較漂亮呢 真的很難說 各有各 其實兩隻都不差的 這本就是出冤譽的 其中一本設計畫 有很多它所謂真實系的設計 在裏面 0080就在這裏好坐 那如果對回它的設計 其實呢 就應該 Robo One 就貼近一點 因為它本身的設計 那種肩甲 就沒有闊得那麼誇張 但是呢 那個背包的天線呢 它就用了一個 彈性高一點的物料來做 這個一向都是Robo One的作風 但是呢 就變了灰色了 其實當然是一個皮肺的問題 因為如果它特地 再要 為了住一條天線 又要再住一個橙色呢 那就會增加了成本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它不用這麼射龜 做到這麼幼 它可以給你一條橙色的 即是背包的 用頭的物料來遮 雖然會脆一點 但是 長一點 那你給我多一條灰色的試遮 應該玩家都會明白的 那現在就明顯 那條天線就淑了水了 那水中形態的時候呢 其實是看回原裝設計圖 那個天線是挺標致的 即是大大條在上面 這樣 現在就 是 這個是可以說 在外形上唯一的小小的投訴 那由頭開始講起了 那 要 動那隻眼 就是要開個蓋 原來 這個觀景器 它是用一個波磚來連續在後面的 變成它除了可以左右之外 其實呢 還可以上下 都可以的 但是因為是波磚的關係 那麼它的左右的幅度 就不太大 那麼 變成你想做一些很射躲的那些 即是 真是很 很有威嚇力的 那種 就做不到的 這個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失望的 我又不可以說 如果你不用波磚 你就這樣平衡地轉 當然你就不能看上看下 那麼 似乎這個也是它的一個選擇 那麼 我自己就會傾向可以左右 邪卑的幅度大些 就寧願放棄向上向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area這麼小 其實向上向下的幅度 你也看不到什麼 好 就蓋上蓋子 那麼 它呢 因為我沒有中間那隻high grade 我剛剛說過我為什麼不買那隻high grade 其實我覺得 頭蓋子那隻是太大的 整個造型 就不太像我心目中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有這隻第一隻high grade 我就算了 那麼 比較上來講 這個就多了一個Yield的幅度 就是一個 都是波磚 但是呢 當你扭得太厲害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卡住了 就要輕輕地移進去 當然 腰和下盆就是一個轉位 這個幅度已經足夠你玩的了 那麼 肩頭呢 其實這個幅度是很大的 但是呢 我現在因為我 在顏色方面做了一些手腳 就沒有那麼外眼 因為它就選擇了 在前面開一個洞 來讓它做一個這樣走的幅度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我覺得走光走得挺重要 當然你可以把肩頭甲移進去的時候 就已經好一點了 那麼 如果 你這樣移動的時候 就 你要接受了 它會有一個四方形的洞 那那個 我覺得有穿崩的 但是呢 就可以讓你 這樣 90度 這樣向前咬了 另外呢 它這裡有第二個關節 就是向上咬的 那就是呢 整個關節其實呢 就是 幅度就大了 但是就未必說很牙觀 那當然你要用肩甲來移動 來移動一下 遮動一下 看看你視乎你擺放的時候 是什麼角度 吧 手臂 那麼每一節呢 我發覺呢 其實呢 是 就是一個軸心 然後 然後 向下一節呢 其實是波哉 來的 那你不要扭錯 就是你要 不然應該也沒什麼事 變成了呢 那個幅度其實是很大的 那麼 比起以前 即是模型這個呢 就多很多了 因為這個雖然都是波哉 但是呢 就 幅度實際很多 都很大 雖然那些重量 但是 也就是 不可能會扭下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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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手指的位呢 那我剛剛說了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雙重聯合 就是 其實它呢 是有一隻 雙爪 那另外下面這一節呢 其實是可動的 那麼 已經是有兩隻手指 是可以用的 去到下盤,這個也是波磚 這裡可以移動 這個甲也要移動,但也不會怎樣頂住 這個膝蓋當然也是上下的雙倍磚 但有外於它本身的設計關係 幅度不可以說很大,已經是去到最盡 它的外形不斷圓咕嚕 這裏就多了一個我第一隻高級模式的關節 就是它這裡多開一個口 讓你可以這樣左移右移 另外這個位置也是波磚 每一隻腳趾可以移動 這個之前也可以移動 開動性方面就是這樣 哪裏跌下哪裏起身 我再次去挑戰這個水中用形態 首先要拆掉四支出來 這要用一點力,其實我多緊 這兩隻腳都要拔 這個,是有左右之分的 上次就是打來打去都搞不定 這隻就是右腳來的,先拔出來 我現在有一些貼紙 我看得清楚一點 好了 接著就換了那兩個短一點的大腿件 好了,接著這兩個大腿件 怎樣分呢 原來左腳的前後是有少少不同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卡位 卡位是向內和前面的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那麼 這個是向前的 就是向前的 所以這個是左腳 那你沒有拌亂左右 就一卡就入了 但是拌亂左右就試來試去 好像上次我在玩具TV直播的時候 這樣 搞得搞得不行 那麼 這隻 好了 左右腳 插上去 好了 好了,變成短腳蟹了 手就簡單一點 都是拆件 其實它真的挺緊的 所以我都有點怕拆的時候 這個不算緊 這個位置呢 就有貼緊的 OK 拆下去 就是一支可動件不要 水中原形態 其實水中原形態 就應該去套這兩個 套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就這樣套的話 其實是沒有分左右的 但是呢 有巧妙 因為有分出入 好了,我首先把手拿出來 那每一隻前臂 它這裡的內臂裡面 是有兩個孔位的 就用來吸住這個東西 這樣吧 雖然它看上來就是圓形 但是其實裡面的那些似有巧妙 這也是為什麼 那時候在玩具TV做直播的時候 搞得有話譜 就是 你要看回 有兩個 是一個L型的牙 然後有一個是三角形的斜位 三角形的斜位 一個是向外 L型的那個是向內 這樣呢 一吸就吸進去 反而這個就沒有分的 總之你對上那些 它有長一點和短一點的牙 那你對上那些長一點和短一點的牙 那你對上那些長一點和短一點的牙 一插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當你套進去的時候 用力就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應該就不要套這個 先插進去 再套進去 這樣就順利很多了 這是無數失敗的經驗 那也是那一句 你看看設計圖 其實這個肩甲應該是 偏向垂直的 保護著這兩個水桶 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WOB1就做不到 另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在動畫裡面 那個眼罩 是可以遮住眼睛的 而這個 也是能夠完全重現的 這個很帥的 這個 遮住了 很有型的 那麼水中用形態 就 近乎完全重現了 而且 還有兩個效果件 就是這兩個東西 做得很漂亮的 那你可以 不過那些軸心很幼 但是我還沒試過玩團 你可以放進去背包那裡 你也可以放進去背包 你也可以放進去腳掌的 對 那這個時間 你就應該說 為什麼它不給我四肢 背包也有 腳掌也有 啊 病態 為什麼沒有四肢 為什麼只有兩肢效果 然後就做發射的情境 這個也是當日 現場介紹的時候 搞了很久都搞不定 其實它兩個圈 這兩個膠圈 就用來套住那個效果件 效果件有三塊 它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三個效果件 就已經穿在其中的膠圈上 拔的時候 就真的要用音力慢慢拔 我當時做節目的時候 拔得太狠的頭 就扭軟了其中一個 幸好它沒有變形 但是白化了一點 那這三個件 只有三個件 就穿在一隻手上 你不能夠同事做兩隻手 只能夠做一隻手 但是左右就可以選擇 那就是兩個圈 一個是左手用 一個是右手用的 它有寫著R和L 我這些老花很嚴重的人 真的有點難度 這個是L 沒錯 你看得清楚一點 其實它裡面有一格 零細細長方形 有一個凸出來的尺 就是用來 我現在玩左手 這隻是左手 手指弓在這裡 它就是手腕內側 有一個洞 就是用來熄這個卡位 首先打開它 你看到它有一邊是平的 有一邊是有似的 那似的就是向手搶的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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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進去之後 插進去之後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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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就寫在雲端的位置 就跟次序 就看它那個 這裡也有寫 1,2,3,3 就跟次序插 1,2,3,3 是需要跟次序 好了 插進去之後 就可以在卡位置插三塊甲 這個就沒有分別了 好了 就結束了 插上手 你沒有支架 就真的很難可以挺得起它 這個真的有點失望 但是我發現 如果卡在某一個角度 在某一個角度 真的在某一個角度 就說 它勉強是可以 支撐到的 你不要動它 我挺喜歡它在動畫裡面 那個 一隻手還沒拆出來 那個效果 我覺得挺漂亮的 那你試一下 在沒有支撐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做到呢 站不站得到呢 是難一點的 試多幾次 行了 不要動了 哈哈 其他還有少許配件 除了發射飛彈的效果之外 它也有一個 發射 不知什麼粒子炮 不是 米加粒子 不知什麼粒子 說明書裡有說 這個 你喜歡 兩者都可以讓你選擇 分別 另外 這裡有一顆飛彈 這裡還有一顆飛彈 我自己貼上去 本身就是灰色的 另外 有四隻彎曲的手指 我當日在玩樂TV也有說過 它是給你用來 多一個可動形態 你可以逐隻換 其實很簡單 這個我就不再表演了 因為其實它主要的目的 是給你用來拿著吉武頭 我還沒買吉武 價錢在外面 還有一顆 真的很大顆 很容易不見 尤其是這樣的吸索盒 一拆出來 四處都是 這個 小小顆顆 就是給你用來拿著手掌 放在吉武頭上 讓它可以抽起吉武 遲些 當我進入吉武的時候 再試一下 玩久了就會熟 其實這隻玩具 它也是承繼一向 就是現在Robo雲的走法 就是 造型先 造型先決 你說那個可換性 就 看看你怎麼看 他當然做不到 真正的爆甲 但又有煙幕 效果 其實是很有心 這樣做出來的 這個反應 已經是 BANDAI現在的好 不單止是Robo雲 甚至是青蛙金雲 它也是這個走法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換件 什麼東西都是換件 其實這個已經叫做 換得少了 我覺得 是一個 挺好的 承認 我也不會再奢求 再彈出什麼 尤其是它非常漂亮的 海動性 造型 那 那 就 等到正 各位 認為價錢不是太差 就可以付錢 如果你說 想先等一下 就先等一下 但是 如果你是高達粉絲 0080粉絲 智乎粉絲 這隻 真的不要走 不要等太久 我覺得 順帶一提 除了我剛剛 輕輕帶過這一本 出冤語的 真實系的設計集之外 另一本書也可以說一下 就是這一本 MSERROR0099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差不多是奔隨著0080 這部動畫而出的 因為裡面有很多插圖 都是用了0080的機設的 它就做到一本好像是戰爭的攝影集 將那個真實性 將那個戰爭對於平民的影響 對於那個世界的那個容貌的影響 就是很多 頹換拜雅 很多 你一方面見到一些 它有 一些軍人 或者這個 統治階層的寫照 另外呢 也有一些平民的 生活的 一些展示 一些展影 做到很真實 對於 高達這個世界來說 其實一直都是圍繞著這件事 就是戰爭對人類的影響 在我們這一代 就是看高達大 我這一代 七十後 八十年代長大 看高達大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會記得 戰爭不是一樣好玩的事情 當然 那時候也是人類 總要重復同樣的錯 避無可避 但其實我很介意 尤其是見到一些 差不多年紀的人 尤其是大家 可能都是動漫粉絲 都是看日本動畫長大的 但是一聽到 鄰國要出兵 或者某些水域上面 有些動盪的時候 一聽到很興奮 或者無權拆掌 那種感覺 覺得國家強大 其實我覺得 你這麼多年看高達 你看了什麼 我不明白 這本畫冊是 一個高達世界的 很好的新言 如果高達粉絲 大部分都應該有 如果未有的話 應該在日本 那些二手店 都很容易找到 挺好的 這本畫冊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